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开箱 一起来看一下ROG G15游戏笔记本吧 这一款笔记本它的正式型号应该是GA502IV 宣传的名字用的是西风之神G15 和现在很火的幻世四是同一个系列 但在国内它应该不会叫做幻世五 因为幻世五这个名字已经拿给了英特尔这一款笔记本了 这个笔记本用的是AMD的处理器 4800HS 8核心16线程非常强劲 很适合我这样需要生产力的UP主 当然是不是买钱生产力买货爱奇艺的话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一开箱就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ROG的一个logo 充满了败家国度还有群殴之眼的信仰 好像是不是说法了 不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笔记本的本体吧 这款笔记本主打的是轻薄便携 两公斤的一个机身重量 20厘米的机身厚度 在相对轻薄的体积内同时兼顾了游戏性能还有生产力 4800HS 8核心16线程加上2060maxQ 怎么弱了 4800HS 8核心16线程加上2060maxQ 足以保障它的生产力还有它的游戏性能 屏幕则是一个240赫兹 3毫秒响应速度 出厂自带校色 100%sRGB色域覆盖的一块屏幕 可以说还是非常OK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详细看一下它的参数 还有它的外观 这款笔记本的A面是ROG很常见的斜切金属拉丝的 这样一个金属拉丝 加上一个败家之眼的logo 很可惜这个眼睛不会发光 毕竟不算是高端旗舰型号码 只是一个弟弟的基础款入门款 看完了A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B面和C面 B面是一个三面窄边框 然后没有摄像头 再强调一次没有摄像头 这个的话应该还是很好评的呀 毕竟直男不需要摄像头 下巴的整体宽度稍微宽了一些 打上了一个ROG 玩家国度的这样一个logo 然后旁边是它的一些卖点呢 比如这个240赫兹3毫秒响应速度的屏幕 Harris的音频认证 还有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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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认证 最右边那个就是攀通的校色认证了 这款屏幕它出厂就经过了攀通的校色 色域覆盖100%的sRGB 还是非常牛逼的 用作一个修图也是OK的 看完了B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C面吧 C面是一个没有小键盘区域的这样一个布局 整体的按键回弹力度还可以 声音非常的清脆 打字的手感在我用过的笔记本里面还算OK 当然和机械键盘的手感完全比不了 最右上方是一个电源键 这个电源键没有指纹识别功能 比G14还是差了一些 右边这是一排功能按键 然后方向键的话稍微砍了一刀 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也不是不能用 再往下方是一个比较宽大的一个触摸板 这个触摸板是一个Windows Procession驱动的 这边是它的贴的标 小红标 Ryzen的4800HS处理器 再加上尼威亚的2060 Max-Q显卡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面吧 第一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呀 非常泯然众人的这样一个大塑料外观 脚垫还是蛮多的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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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的开孔 这两个是进风孔 然后旁边是出风孔 这两个是音赏开孔 这里还有一个Windows的一个标志啊 第一面的螺丝非常多 想要拆机的话应该还是蛮烦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移除后盖以后的庐山真面目 有两个M.2硬盘的位置 一个在这里已经安装好了 另外一个在这里可以自己加装 呃 内存的话这里有一个8GB是可以换的 另外的8GB在另外一面是板载的 所以这个笔记本最高是16GB的双通道内存 如果是非对称双通道 可以把它堆到一个40GB 也就是8加32 顺便吐槽一下 自带的这个SSD虽然揪得住了 但是通过看它的信息可以看出来 这是华硕祖传的660P啊 QLC的大坑 OK那现在我们来加装一下 拧紧螺丝之后SSD就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盖上被板 重新把螺丝给拧回去 那么机智的观众老爷们肯定很好奇 4800HS到底性能如何呢 这里先小小的剧透一下 4800HS不仅干翻了我上一款标压i7的笔记本 甚至还干翻了我上一台8核的台式机 是的台式机 让我看见那六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AMD YES 特别声明一下 所有笔记本的性能测试环节 都用了采集卡 将画面输出到我的主力机上采集 所以笔记本性能没有任何消耗 R15的跑分大概在1600分左右 这个分数是我的主力机3900X的一半 分数上是要逊于45瓦的标准版4800H的 毕竟HS只有35瓦的TDP 当然不管怎么样 要是来看移动端笔记本上 6和12线程的标压i7肯定是稳稳的 R15得分的高低确实不能代表游戏帧率 但基本上可以准确反映出生产力的差距 现在看见的R15跑分的差距 基本就等同于视频最后做的生产力对比的差距 16GB双通道3200MHz的内存 跑了一下 性能还可以哈 延迟在AMD这边算是比较出色的 但是和英特尔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些不足 所以反映在游戏性能上 可能就会被英特尔那边2帧吊打3帧秒杀 单烤FPU最开始是40多瓦或者50瓦的性能释放 温度会上到90多度 然后会锁定在35瓦 温度就会持续保持在82度 单烤FPU半小时还是这个结果 CPU功耗限制在35瓦 全核心都可以保持3GHz的一个频率 这个性能释放和散热说实话 和拯救者那边的4800H是没法比的 但是如果和英特尔的标压i7比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吊打一下的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上一个笔记本 英特尔8代标压8750H 作为一款6核心12线程的笔记本 功耗达到了45瓦 频率只能在2.6G 可以说是核心变少了 频率降低了 功耗还反而增加了 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14n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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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因 不管是9代的9750H 还是目前最新的1750H 都和8代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只有10代的1875H才增加到了8核心16线程 继续说回这台本子 G15这个笔记本对比幻石色而言 其实散热还有所不足 可以说是阉割了散热 但是屏幕是升级了 240Hz的刷新率 然后有3ms的响应速度 再加上攀通较色的 100%sRGB的色域覆盖 说一句这是目前15.6寸 最牛逼的笔记本屏幕之一 也没什么问题 4K超圈分辨率 还有240Hz的高刷新率 总要二选一对吧 那么视频最后我们再来一段生产力对比 用我最常用的软件Vegas16 来渲染同一段视频 用四个不同配置的电脑 同时渲染 看一看 它们究竟谁跑得更快呢 从左到右依次排开分别是 4800HS 3900X 8750H 还有1700 有三个AMD的 还有一个Intel的 分别对应了我所使用的老的台式机 老的笔记本 还有新的台式机 新的笔记本 其中右上角的3900X 作为我目前的工作主力机 也是采集卡输出的机子 只能采用软件录屏的方式 性能上还是有所损耗的 比较吃亏 但即便如此 3900X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下面两个老弟的镜头条 还没跑到一半呢 3900X的镜头条 就已经快要跑满了 不愧是老大哥 那么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四个处理器赛跑 我们结尾再见 红细红 蟹 快要走 我 好 太多 太多 小 太多 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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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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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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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